昨天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1周年 这场天灾是中国人民的痛 但现在却传出有相声演员拿川镇来打做文章 中国著名大型专业相声社团德云社演员张云雷 被踢爆在之前的演出片段 拿唐山、汶川及玉树等地震灾难为表演题材 和另一位相声演员杨九郎一唱一和 在2018年青岛跨年表演大上寿的节目中戏称 大姐远嫁唐山、二姐远嫁汶川、三姐远嫁玉树 三个姐姐都有造化都是幸存者 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引发网友骂声 认为虽是旧事重提但娱乐不该拿国难开玩笑 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反邪教协会也在微博发文批评 学艺先学得做戏先做人是离远古训 现在的艺人应该自觉担当言语律己 之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旗下杂志社 紫光阁也转发这条微博 并加码批评表示文艺工作者不应急功近利 后继勃发才是正途 对于表演惹出这么大的风波 张云雷也在13日凌晨青上火线发表致歉声明 对此向德云社致歉向全体社会大众致歉 并指作为公众人物应当谨言慎行 不应当在表演中提及全体国人的伤心事 这是对死难者同胞的不尊重 事后自己深感后悔并深受良心的谴责 强调以后一定提高自律意识做到德在意前 请不吝点赞订阅